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载 欲知深前 深后世 可问眼前 无神仙 欲知 这面前 怎么如此的贵气逼人啊 犹如旭日出生 子气东来 来你个拼 你这样的小爷我见多了 客观晋升 在下虽然眼盲 却是有数在身啊 这心里头却敞亮着呢 不许你说话 我就能算出 你是男是女 多大岁数 你是男的 这岁数吧 不大 废话 谁见的小爷都会这么说 可是我看不见哪 真看不见 在下可是胎里虾 这一落地呀 就是两眼隐摸黑 这是什么呀 怎么有点晃眼 你让我摸摸看 想要啊 那你再还我一下 这位客观 您来我这儿是一不报八字 二不晃天头 怕是 怕是想要在下亮亮我那绝活吧 我绝活呢 既是绝活那可是祖师爷传下来的绝学呀 可不能是你刚才那个价 您不是看不见吗 怎么知道刚才我什么价码啊 还是那句话这心里头敞亮着呢 呸 你先说说你有什么绝活吧 伏鸡将仙 狐狸人颜 鱼腹藏书 半夜鬼叫 以上每项 二两银子 太便宜了 就没贵点的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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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杯 挖杯 湖井变田 男女互变 家死 诈尸之类的 不过这会儿 一个人干不了 过此您还得多破费些 我这事儿吧 还真没那么麻烦 敢问是何事啊 就是打听一下街东头的老郑家 这位客官 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在下能算生 能算死 富贵贫贱 但从不背地里嚼人家老婆的舌头 装装装装装 就凭你刚才介绍的那些绝活 哪个不是下三烂啊 装什么生人啊 再说了 就干你们这行的 平日不就靠着东打听西打听 拿住了人家的隐私额钱吗 不想说是吧 行 小爷我还不问呢 小家巧捉死了大老鹰 我说的 您全当故事听 小爷 您听我慢慢道来 刚刚接到宪报 刘伯温在老家那边还算安稳 你胡卫庸可真是手眼通天啊 老师 学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老师您呐 为了大明的江山 为了皇上 为了大明江山就是为了皇上 嗯 没有皇上拿来的大明江山啊 哎呀 江山就是江山 你叫他大明也好 大宋也成 大旁也罢 百姓就是百姓 无论是谁的江山都得给官家交税嘛 哎呀 行了行了 怎么越扯越远了呢 咱们还说些别的吧 你以为就是你手眼通天哪 难道别人就不会隔墙有耳 老师 这不是在您府上吗 这不好说 这不好说哟 皇上昨日又赏了我五个卫士 还交代了我等哥哥伸手不翻 还让我替身使用 哦 外面有人吗 有没有人呢 嘘 没人最好 没人最好 我打问他们吃饭去了 好好好 明白了吧 明白了 以下观看 当务之急 还是那个刘伯温才是心腹大患 树欲尽而风不知若 刘伯温不除 死风不息 那个人哪 我就不信他能安安稳稳地 待在他那个清香僻壤的家乡 是 当然免不了干些离奇古怪的事 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听说正在追问一起悬案 这是又想当包工吧 这案子没牵扯到咱们的人吧 那没有 那就让他折腾去吧 还有什么 还听说 正在帮县里修整一条官道 用什么挖宝啊 县宝啊 让那些富人们掏银子 这个刘伯温鬼点子真多 老夫要是有他半点的鬼心眼 还有什么 还有啊 组织起村里的年轻人 天天排练鱼灯舞呢 老师 这或许就是个事 跳舞也能有事 皇上曾三令五身 民间不得聚众 刘伯温这是要干什么 老师 咱们应该找阎官揍他一班 揍他什么呀 聚众习舞 居心叵测 可 可人家是跳舞的舞啊 老师 咱们就一口咬定是听错了 以为是习舞之舞呢 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啊 这件事虽然有文章可做 但是还是要等等看 找一个由头再住手 老师 您太谨慎了吧 那刘伯温的灵牙历迟 你也不是没领教过 那我好要自讨其辱 要不 咱们也给他来个接铁 我找人贴到外朝房的墙上去 不怕皇上不知道 成教了 哪儿去 你以为你那点兔墨星的就指我这银子 想得美 怎么着 想赖账不是 我这是官府办案 没让你到天就不错了 你还想要我银子啊 嘿 你这是欺负我看不见呢 啊 你要是官府里的工人 那我早就在衙门里坐堂了 小子 毛还没长全呢吧 瞧你那贼没数眼的样 吓唬谁呢 你不是看不见吗 还瞎子 你忙谁呢你 还是那句话 心里头敞亮着呢 我呸 那正好 您跟这儿心里敞亮着吧 小爷我不奉陪了 我看你往哪儿走 哎呀 怎么着 就凭你还想追得上小爷我 点搜 点搜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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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第一眼我就看出了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早防着你这手呢 说话的时候我就给你下了半马锁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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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高实在是高 还是你厉害 技高以后兄弟我自愧不如 哈哈 误会误会 哎 给你总行了吧 嘿嘿 哟 不成 方才你要是不跑 这是咱们商量好的价钱 可是你这么一跑 怎么这还价钱啊 废话 这不又得费我脑筋 银子加倍 娘子 小妖娃玩了一辈子英 都让你这小兔子给咬了 怎么着 不想给 那我就拉你去东头的老郑家 他们家 怕是愿意给块大银子呢 嘿嘿嘿 那条关刀啊 已经快完工了 该如何收尾 还要仰仗大人哪 我心里有数 有数 开始大伙啊 还不明就里 后来渐渐也就明白了 心照不宣 只有那些个出钱的财东啊 还蒙在鼓里 他也不比谁傻 只不过就是骑虎南下就是了 是是是 你看 这两天到线上 我看来回的道儿那不好走多了吗 对不对啊 对了 您告诉他们啊 在几个险峻的拐弯的地方 外沿多加篮石挡着点 已经吩咐下去了 百姓们修自己的路 还能吃粮拿钱 谁还会糊弄自己啊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什么事啊 这丫头把你急的 我那个小白脸哥哥正被人捆绑着往家走呢 慢慢说 慢慢说 咱们回去救他 让人捆上了